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鸡和小鸭在草地上训练 小鸡和小鸭在草地上很忙 它们在找好吃的 小鸡和小鸭吃的美食是什么呢 原来是蝗虫 白德训养的小鸡和小鸭真能干 不一会儿就把草地上的蝗虫吃得干干净净了 白泽 我们去了解一下蝗虫吧 对吧 遍析空间 远处的天空中黑鸭鸭的一大片 越来越近 伴随着嗡嗡嗡的巨大声音 不好 是成群的蝗虫飞过来了 白泽 怎么办 阿渡 白泽吹响了哨子 受过训练的鸡群和鸭群 冲入了蝗虫群里 把蝗虫当成了美食 空中还有两鸟也加入了灭黄大战 蝗虫又叫做蚂蚱 蚱蜢 是一种农业害虫 蝗虫是植食类的昆虫 小麦 水稻 骨子 玉米 豆类 烟草 芦苇蔬菜 果树林木 以及杂草的叶子 嫩茎 花蕾和嫩果等等 都是它们的食物 蝗虫成灾的时候会有上亿一只 可以瞬间把植物吃成光杆 或全部吃干净 夏日延延 已经很久没有下雨了 土地干燥 这种天气持续了一段时间 蝗灾发生了 自古以来 蝗灾跟水灾和旱灾一起 并称为三大自然灾害 蝗灾一般跟旱灾会同时发生 蝗虫喜欢将卵 产在水分较低的干燥土壤中 多的时候 每平方米的土中 有四千到五千个卵块 每个卵块里 又有五十到八十粒卵 也就是每平方米 有二十万到四十万粒卵 这么多的卵孵化成蝗虫 就会发生蝗灾 蝗灾一旦发生 一波蝗虫消失了 并不会安然无事 它们产下的卵 会在合适的天气条件之下孵化 再次形成蝗灾 大量的蝗虫会吞食和田 使农产品完全遭到破坏 引发严重的粮食短缺 而发生饥荒 白泽用网兜捉住了一只蝗虫 我们来看看蝗虫的样子吧 全世界的蝗虫有一万多种 主要分为土黄和飞黄两大类 它们都是不完全变态昆虫 包括卵、弱虫、橙虫三个阶段 小朋友们还记得 蝴蝶是完全变态昆虫吗? 因为蝴蝶还有一个变成蛹的阶段 蝗虫一般是绿色或者黄褐色 它有一对腹眼和三只单眼 腹眼是由很多的小眼组成的 可以很灵敏地看东西 蝗虫的嘴巴很硬 可以咬断植物的劲 蝗虫一共有三对足 一对后足最发达 叫做跳跃足 可以让它跳得很高 蝗虫有一对前翅和一对后翅 蝗虫飞翔主要是靠后翅 白泽拿了一根草叶 触碰蝗虫的后腿 蝗虫变得很活跃 科学家发现 蝗虫在弱虫阶段喜欢独居 相互之间会避开 但是蝗虫的形态和体色 会随着成长发生变化 这叫做相变异 蝗虫如果在弱虫时期 以集体形式生活的话 就会受到粪便成分的影响 或者通过眼睛看 或者通过身体相互接触 来感受刺激 形态和体色 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在这种集体生活密度状态下 成长的蝗虫 会由散居向 变成群居向 这种蝗虫有能力统一行动 并让越来越多的蝗虫加入进来 最终成为巨大的蝗群 最终蝗虫就会大量聚集 集体迁飞 形成令人生畏的蝗灾了 白泽训练的鸡群和鸭群 非常开心地捕食着蝗虫 蝗虫含有高蛋白 是鸡鸭眼中的美味 在很多地方 人们饲养鸡鸭来灭蝗 不过鸡鸭只能吃蝗蓝 而且千非的飞黄黄群 到达一个地方之后 一两个小时 就会疯狂地吃庄稼 鸡群和鸭群 来不及消灭蝗群 它们就转移了 如果地面没有蝗虫喜欢的植被 它不会低飞和降落 木鸡和木鸭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最厉害的蝗虫捕手是两鸟 两鸟也会成群结队 而且它们可以在空中尾随追捕蝗虫 白泽指挥着两鸟大军 向黄群发动攻击了 这场空中大战 真是非常精彩 不过灭蝗还有一句名言 捕蝗不如捕蓝 捕蓝不如挖卵 灭除蝗虫最有效的方法 是挖出卵块 让蝗虫没有孵化的机会 蝗虫是一种世界性的农林草叶害虫 全世界发生危害最严重的蝗虫 为沙漠蝗 它最大的扩散面积 比三个中国的面积还要大 科学家们一直在研究 用更好的办法来防止蝗灾 现在我们进入白泽魔法时刻吧 啊 丢吧 白泽魔法时刻 科学家发现 蝗虫的群体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 就会集体向着同一个方向飞行 蝗虫群一夜可以狂飞几百千米 疯狂吞食粮食 沙漠黄 东亚飞黄等飞黄 都属于超级害虫 一旦蝗灾爆发 目前人类都没有真正安全有效的控制手段 所以白泽决定 用防患于未然的方法控制蝗虫 在白泽生态园里 白泽用有机肥料代替化肥 在湖边和草坡上养殖了大群的鸡 鸭 鸭 鸭 成千上万只两鸟 栖息在森林里 几年过去了 白泽生态园成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乐园 黄虫再也没有承载 白泽 白泽 What is this What is this 白泽合体 什么都懂得 白泽 白泽 What is this What is this 爱科学的白泽 什么都懂得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